哈囉小薑餅早安 我們今天是2月5號 然後現在時間是11點 我們現在在那個Hokitika附近的超市 買我們今天的算早午餐吧 因為我們今天睡到9點多 然後10點半才摸一摸整理完才出門 因為今天早上下大雨 所以就好像也沒有什麼行程 就只是要開到我們下一個景點 叫Fox Glacier 然後本來是要去那邊走步道 但下雨可能就沒辦法 然後可以看到我現在手上拿了一個 很神奇的飲料 它叫做Good 然後因為它下面有一個Ginger 然後因為Ginger是我的英文名字 所以剛才看到這個名字 就直接衝過來拿它 不知道它喝起來怎樣 但看起來應該是某種能量飲 對好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超市逛逛 那我們等一下見好了 哈囉小薑餅 這個是紐西蘭必吃的餅乾 叫做Cookie Time 然後有小醬餅推薦我 可以買這個當作抽獎禮物 那我們先幫大家試吃看看好不好吃 好 我們現在在車上吃我們剛剛買的圓餅 然後我們就坐在桌子這邊吃飯 對沒錯 好 好 我們等一下要開車到Fox Glacier 就是福克斯冰川 謝謝 然後到那邊的營地先休息 對阿 再看看要不要去走步道 如果沒下雨的話 如果下雨的話可能就坐在露營車裡 那就傻廢吧 好那我們就待會見 哈囉小薑餅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露營車上 現在時間是2點5時 然後我們現在在大麻將 因為我們剛剛拍過去 要到那個冰川的時候 Fox Glacier 因為路上就有倒數 就是整個是把馬路就是擋住了 就完全過不去 所以我們就只好回頭 所以我們現在在Waroa的一個小鎮 然後因為現在是2點5時 然後他5點才會通知說有沒有搶通 所以我們現在就坐在這邊 打麻將 可以看到我們帶了我們的旅行用麻將 對 好 然後我們就希望5點的時候他就通了 因為開過去要再一個小時 希望因為我們露營區在那邊 如果沒有過去我們就要再重新找住宿 好那我們就待會見 哈囉小薑餅 我們現在時間是晚上6點半 我們現在在一個叫做Watora的小鎮 因為我們下午1點還2點的時候 開車前往那個Fox Glacier的時候 就是因為紐西蘭間就下大雨 所以很多地方都淹水 然後又有那個島樹 就是我們開到一半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大的島樹 然後直接把那個公路直接擋住 所以我們就過不去 然後所以我們就開回了這個小鎮就休息 然後就有很多人跟我們一樣就是被困住 然後就 剛才就大家都停在這個餐廳 就大家都坐在這邊休息 因為這個應該是這個小鎮唯一的餐廳 對啊然後我們現在就停在路邊 然後現在就是晚餐時間 然後江餅媽在車上第一次使用露營車的那個瓦斯 呃對 我們來看一下 登登 哇 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這是牛排 然後還有我們的拉麵 波多拉麵 對 今天就是吃拉麵加牛排 OK 沒錯 然後這是我們的水 對啊 所以 就是今天的行程 就被打亂 原本是要到Fox Glacier 然後去走一些步道 但現在就不行 然後明天的那個 冰河健行 直升機冰河健行也被取消了 就剛才有收到信說 就是他知道很多旅客都被那個擋住 所以他就是幫我們取消 今天晚上的住宿也被取消 對啊 就有點打亂行程 所以明天就是要開車從這邊 直接開到再下一個景點 就是我們的Lake Wakana這樣子 對啊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待會吃飯見 哈囉 我們現在時間是晚上7點16 然後我們在吃我們今天的晚餐 就是有牛排跟酪梨 還有拉麵 嗯 然後我們剛才收到一個2號就是 那個 他跟我們說就是明天 從Fox Glacier的路一定不會開通 因為至少有12個以上的攤方 對 然後他說最快搶修也要4天之後 所以我們 本來是逆時針規劃 要還一圈南島 所以現在變成我們要回到 上原本的Hokitika 再到Chris Church 再往下順時針開到Queens Town 所以明天的行程就是 開車開到Queens Town 順時針開下去 感覺要開很久啊 當然就再看看吧 好就這樣 拜拜 我要繼續吃晚餐了 哈囉小姜餅 我們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0點 然後我們今天要第一次睡在露營車上 然後我跟姜餅哥睡上面 然後姜餅爸跟姜餅媽睡下面 好 那我們現在要爬上去囉 把它踩到這上面 這上面非常的擠 就是你只能這樣 唉唷唉唷 小心不要動太高力 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就要睡這上面 然後明天早上 可能8點半起床 然後要開車 開回Hokitika 再到Chris Church 再到我們的Lake Wakana 希望可以成功 好 那我們就明天見 哈囉小姜餅 我們今天是2月6號的早上10點 是我們來紐西蘭的第4天 但我們今天還是出不去 就我們現在還在Wataroa的小城鎮 然後早上去這邊買了這個 在明治來吃 對吧 因為剛剛早上 本來想說今天早上 就是往北到Hokitika就會開了 但沒想到他跟我們說 就是要等到中午12點 才會知道那邊有沒有開通 然後往南到Fox Glacier 就是完全不會通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邊做到中午12點 等他告訴我們到底開了沒 反正今天的行程是要去Fox Glacier 就是做直升機的冰河健行 但現在就是被困在這個小鎮 對 希望我們還有東西吃就好 對啊 所以等一下的計畫就是如果中午開通的話 我們可能就往北開 然後順時針玩下去到可能Timaru或者是不知道 一切就看等一下的通知 對啊 就好可惜喔 好 那我們就待會見囉 哈囉 橋江鼎 我們現在時間是下午的2點50 然後我們現在終於 又上露營車 然後繼續我們的旅程 今天早上9點起床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們說要到中午12點才知道 往北跟往南有沒有開通 所以我們早上就坐在原本的瓦托拉小鎮 就是等待 然後到了12點的時候 就有警察來說就是 往北已經開通了 但往南就不確定 可能要等到5點才知道他有沒有通 所以我們就想說好那就先往北開 因為就很不一致 所以就想說先往北開 最慘就是順時針玩下去 然後所以我們就往北開了 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一個小時後又接過新的通知說 就是可能2點之後 那個往南的路已經會通 然後我們就覺得 喔天啊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吧那就折返好了 所以我們就折返 然後到了2點20就正式公告是說 2點20那個路就開通了 就往南路就開通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到往南的路線上 對就一整個很曲折 對就不小心來開了 多開了兩個小時的車 對但至少我們現在就已經 要回到我們之前的路上 然後今天的目的地是 而且我們剛才經過我們 昨天遇到倒數的地方 就那棵樹下已經被清掉了 對然後我們現在要前往往那卡 就是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 那大概還要4個小時 又20分鐘的車程 所以就邊走邊開 可能大概也要到那邊已經7、8點了 那我們就錯過了 中途的Fox Base here 就原本今天是要去做直升機 然後體驗冰河健行 但就沒體會 沒關係 那就改 下一次再來 對 好 現在就要繼續我們的路程 好那我們就再回見 哈囉小薑餅 我們現在時間是7點20 然後我們再開半個小時 就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瓦娜卡 我們現在這個點是Lake瓦娜卡 就是瓦娜卡湖 對然後薑餅媽現在在這邊拍照 對這個湖很大 給大家看一下 就非常大 然後我們越往南開 那個天氣越好 對不像昨天的下大雨 對阿 所以現在就越開 心情越好 然後剛才在車上邊唱歌 這樣那個薑餅哥才不會睡著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到我們的 就是那個Holiday Park 好那我們就待會見 哈囉小薑餅 我們到了我們今天的晚上的住宿 就是瓦娜卡 Top10 Holiday Park 對然後現在時間是晚上9點 對他們9點天還這麼亮 對我們今天下午2點 從那個瓦塔羅阿開車到這裡 開了快7個小時吧 中間有休息一下 但就開了蠻久的車 對然後好不容易終於到我們今天的營地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對這個是我們的Top10 Holiday Park 然後進去 喔 就是江餅媽在煮今天的晚餐 一樣吃牛排 對還有一些青菜 對 然後這是我們還有一個中島 對這還不錯 然後這是客廳 對江米爸要去洗澡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以看到外面的view 對打開 就可以看到 對面的山 對蠻美的 太陽快下山了 因為現在已經9點 他們差不多夏天這時候才下山 對 今天天氣還不錯 就越往南開天氣越好 就是開到後面就一直出大太陽 就變得蠻熱的 對然後因為今天開了比較久 然後後來就越開天氣越好 然後心情就越好 然後開始就在車上唱歌 對然後順便唱給薑餅歌聽 因為怕他開開開到睡著 對阿就製造一些噪音 讓他不要睡著 對阿因為開車也蠻辛苦的 嗯好 對那我們明天的行程就是去走一個 像Royce Peak Park吧 看一下喔 我們明天的行程是要去走一個叫做 Royce Peak Lookout的路 然後來回全程是16公里 然後大概要走6到7個小時 嗯就看看明天的體力如何 如果沒有就稍微走走也可以 對至少不用再趕車 因為我們今天會住兩晚 對就可以享受這邊的環境 嗯好那我們等一下要吃晚餐 然後我要先去洗澡 那我們就待會見 哈囉小薑餅晚安 現在時間是晚上11點半 然後我現在在我的床上 對因為明天要去走一個 瑞士來必走的一條最美的步道 叫Royce Peak Track 然後明天早上要8點半起床 然後9點出門 好那我們就明天早上見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